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要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 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 这约是我把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 所吩咐他们的 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去做 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 我也做你们的神 我好坚定向你们的列祖所起的事 给他们流难与密之地 正如今天一样 我就回答说 耶和华 阿们 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在犹大成义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 宣告这一切话说 你们应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 因为我把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直到今天 都是从早起来 窃窃告诫他们说 你们应当听从我的话 他们却不听从 不侧耳而听 不侧耳而听 竟然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 所以 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 临到他们的身上 这约是我吩咐他们遵行的 他们却不遵行 耶和华对我说 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 有同谋背叛的事 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 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 又随从别的神侍奉他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是灾祸临到他们 是他们不能逃脱的 他们必向我哀求 我却不听 那时犹大诚意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 只是遭难的时候 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 犹大 你神的树木与你成的树木相等 你为那可耻的巴黎所住烧香的坛 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树木相等 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 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 我必不应允 我所亲爱的 既然行许多淫乱 剩肉也离了你 你在我的殿中做什么呢 你作恶就喜乐 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 又华美又结好果子 如今他用哄嚷之声 点火在旗上 知子也被折断 原来栽培你的万君之耶和华 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 是因为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 向巴黎烧香 惹我发怒 是自作自受 耶和华指示我 我就知道 你将他们所行的 给我指明 我却像柔顺的羊羔 被迁到宰沙之地 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 说 我们把树连果子都毁了吧 把它从活人之地剪除 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 按公义判断 查验人肺腹心肠的万君之耶和华 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 因我已经把我的案件 向你禀明了 所以耶和华论到寻所拟命的亚拿突人 如此说 他们说 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 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 所以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刑罚他们 他们的少年人 必被刀剑杀死 他们的儿女 必因饥荒灭亡 并且没有留下一个人给他们 因为在追讨之年 我必使灾祸 临到亚拿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510bin